大家好,我是豬仔包 我們這次來玩ROBIT ROBIT是一隻解謎的遊戲 它推出了在PC STEAM Switch上也有推出的 今天剛剛試用特價 現在是$3...$3...$2.99 40% off 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遊戲 就是一個解謎遊戲 我看STEM的評價 可能大概是2-6個小時 會玩得完 所以我不說太多 可能會劇場 Somewhere in computer memory 在電腦的記憶體裡面 看到很多0和1 就是Binary的世界 這裡是0-0-0-0 Something wonderful is about to happen 有些神奇的事情要發生 在這個第7個Beat 本來是0的 它就變成一個1 它需要你的幫助去逃離這個Memory 好 OK Play a location System RAM Page 42 Play a position 12 14 是什麼意思呢 我沒有Cursor 哦 這樣 OK明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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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是說 我現在暗上下左右 就會在這裡動 這樣 Column 就是第一個軸 來的 那 上下 就會動到第二個左邊 然後呢,左邊好像會跟著動 左邊會跟著動 但是右邊就有個地圖,看到有個add在那裡 嗯,我的cursor是沒有了 沒有了,只是可以用keyboard來控制的 這樣...我們看到螢幕的頂部 Player position 84 後面的hex是08 後面的14就是02 那就是一個16進位hex hex就是16進位的意思 那就是09也是跟10進位一樣的 然後呢,10到15就是abcdef 那就是一個16進位的數 嗯...finery,match player location 哦! 哦!我上下動的話好像會... 在...呃... 在左邊是會...呃... 一起動的 但是左右呢... 左右好像有反應 左右 因為... 左右呢...就是直接跳了...呃... 跳了bite的意思 就是...呃... 0到256的意思 所以...我暫時看到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中間那個地圖那裡呢... 是代表...呃... 中間的地圖呢...是我們... 用眼容易看到的東西 那...在我的add下方 它就有寫上下左右 用按鈴鍵 to export into a json byte 是啦...是啦... 就是我觀察到的 其實...我剛剛還沒看 那...然後呢... you cannot enter byte that have the 7 bit 就是說呢... 在第7個bit是... 如果是1的時候呢... 我就走不上去啦... 就是譬如呢... 我走不上去這裡... 我如果再向上走呢... 上面那個是1101... 1001... 那第7個bit呢...是... 那我就...動不上去啦... 那就是... 在...中間來說... 它就是一個牆啦... 嗯... 那...所以呢... 這裡是一個... 類似迷宮那樣的東西啦... 那所以... 嗯... 這本上呢... 我相信... 啊... 那...去到這裡呢... 那些use那些呢... 是不可以... 走的... use是不可以的... 嗯... 我相信是一些... S-Key Code之類的東西吧... 那... 如果是S-Key Code的話... 呢... 我合理地相信是S-Key Code啦... 因為... S-Key Code的話... 欸... 呵呵... 我不太記得... 我不太記得那個S-Key Code... 大小寫... 大概是... 不知道什麼... 65到92之間... 就是那個A到Z啦... 跟著有些... 數字就在後面... 欸... 那...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個7呢... 我是可以走下去的... 嗯... 我是0100... 明明呢... 就是這個數呢... 是... 嗯... 嗯... 多少啊... 64... 64... 嗯... 最右那個Beat是LSB... 是1... 跟著左一個呢... 就是2... 最左一個是4... 8... 16... 32... 64... 1...2...8... 所以我現在在第7個Beat上... 是0100... 0... 就是64... 然後呢... 他告訴我呢... 如果那個Byte... 第7個Beat... 不是... 1... 我可以移動過去的... 所以呢... 我向下移動... 它本來是個7... 它是1111... 就是... 最後那個3個1... 就是... 7... 跟著呢... 16那個位置是0... 32...64... 32加64... 就是96... 96... 再加7... 就是... 103... 103... 這個... 嗯... 那... 剛剛那第7個Beat... 是0... 那我走過去... 它就變成... W... 變成W... 有點奇怪... 照計... 慢著... 我計錯數... 不是9... 1... 1... 2... 4... 7... 7... 跳了個8... 1632而已... 不過是1632... 1632... 嗯... 加上就是48... 48再加7是... 55... 48加7是55... 所以如果再加64呢... 哈哈哈... 好像說不算數機... 哈哈哈... 55加64... 就是9... 嗯... 119... 119是W... 119是W... 那我可以走過去... 接著這個減號... 我都可以走過去... 變成M... 哈哈哈... 那... 基本上... 一開始... 這裡就是... 簡單啦... 就告訴我... 嗯... 總之第7個Beat是... 嗯... 沒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可以... 走啦... 對了... 這裡就告訴你... 嗯... Besimal... 就是一個十進位... 是0到9... Binary呢... 就是... 2Digit... 0或者1... 嗯... 嗯... 1... 2... 2... 2就是10... 10... 2個位是10... 3就是11... 4就是100... 去到10就是1010... 16就是... 1...0... 啊... 2... 5... 5... 全部1...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基本上... 對於一個獨建機的人來說... 這些就... 哈哈哈... 就是N那樣多次... えー... To store data... Computer use physical or electrical state... 用一些电或者物理的状态 一个开关 开或者关 或者电压高或者低来表示 因为有两种状态 所以它 represent single binary digit 就可以表示到一个 一个beat 就是一个beat a unit a unit where this digit store is called a bit 就是a bit 就是那种 一是一一是零 用一个beat来表示 8个beat就是一个byte 那就 就是零到二五 这个意思 for convenience bits are grouped into bytes 就是bit 就是grouped into bytes they are 8 bit in 1 byte 这个byte 又快个beat given 25 6个possible combination from 0 0到全部1 就是0到25 就有25 6个情况 帮我们转这个去十进位的时候 a single byte can store a single letter for a single letter from english alphabet oh ok 那个就是那个讲的s key code s key code 啊我刚才没记错 就是a 大街a就是65到90 90多 96 没理由的 26个字母 嗯 到91 奇怪 哈哈哈 可能有些记错 还是怎么样 65 加25 就是90 没理由中间空了b 是什么 我不太记得 哈哈哈 不过不是很重要 反正就是a到z 就是65 66 一直排下去 26个 小街就是由97开始 3 就是51 那就是说呢 2 1 2 1 49 50 哦 那0应该是1 前面 我估计 但是anyway 你可以查回esky 那个表的 它上面 呃 最顶那里有个 esky extended us latin 那就是说呢 一个 一个bite 就是 0到25都对应一个character 就是说呢 嗯 你开个note pad出来 你打一些字下去 你如果用过 那些这样的 啊 16进位的editor 来打开它呢 你就会见回 左边那一柄东西 你会见到一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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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add是64,就是我们的character就是64 tip, press and hold x to see the whole character table 哦,原来... 哦,哇... OK... 就是...A... 哦,对对对,A是65 到Z是90 然后有些中括好 我说的是第三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第二格 第二格是大阶A 它总是65 数到差不多最底的就去到Z 就90 然后有些中括好,反斜,山的中括好 然后那个指数那个...底线 然后有个类似单引号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97是A,B,C,D,E,F,G 小阶的 直到122是Z 然后就大括好 三个大括好 然后有虫子 还有一个空... 空... 空格 OK 和00的空格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然后去到最右边那排244 那个类似即分的符号 很过瘾 然后上面有些希联字母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SKey Code 就是将一些所谓常用的符号 包括一些英文字母 一些符号 数字 空格 Enter 那些东西 后面... 后面呢... 后面呢... 128 以后那些呢 就是所谓的Extend SKey 就是那些... 没有那么常用的符号 因为你看到那里开始有些... U上面2点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比较... 和我们用开的不太同 下面去到156那里有些什么... 英镑啊... Yen啊... 那些符号 就是Extend出来的 就是... 填了一个bis OK OK 那去到这里 XOR ExclusiveOR As known as XOR is a logic operation that result in 1 when two input differs differ and 0 when they are equal XOR 就是一个... 邏輯的运算符 运算... 邏輯的运算 就是说 如果两个input 是... 一样的话呢 它的输出就是0 如果不同的话呢 一个0一个1呢 就... 输出是1 就很简单了 那... 右边就有个example 0100XOR 就会变成0 0 abm 0 abm 0 abm 跟住 the 1 0 abm XOR 0 abm 0 abm 1000 dan N 全都都是0 因为全部都一样 所以他說我們可以移動是因為我們跟我們旁邊的東西做一個X-Or 那為了我們能夠生存到 我們就不可以移動到一個有1的地方 否則我們就會消失了 出來也沒用 因為這個規則就是假設我們只能夠用X-Or跳到旁邊 那...呃... 所以你看到這裡 那個大街A的第七那邊是1 所以這裡我們走不了過去 它上面也有說 A和A做X-Or就會變成00000 就會消失了 那... A和A做X-Or就會變成000001 但是這個呢 Full Stop就... 不容易一點了 它的第七個Beat是0 第七個Beat是0 所以我們可以走下去 它就變成了一個1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呃... 啊... 啊...不是的 變成N了 變成N了 對不起我說錯了 我只不過是左邊那個變成1 那... 右邊呢 因為同一個一點X-Or就變成世界N 那我們就可以穿過這一邊 下來了 那這個斜斜斜斜呢 是什麼來的呢 斜斜斜斜斜斜是010 1111... 1111... 111100來的 來的 走不上去的 那我們就順利地過這裡吧 這次是點來的,所以過不了的 然後這裡的等於等於是過到的,全部都是第七個必是零來的 所以你看著好像一大塊東西,我們就可以很順利地穿過去 左邊的點反而第七個必是零來的,所以我們穿不過 這裡應該都是類似的感覺,這個底線 底線第七個必是一來的,但是這裡第七個必是零來的 所以我們這裡變成政府,穿過去 右上角那個register,不知道之後會有什麼玩法 我們暫時還沒需要用到它 好,我們過來這裡,這裡就說Remember it It's all about the 7 bit 第七個必,跟我們有關係 OK OK 這個框我們是過不了的 跟著這些ABCDEFG都是比較小的數 我們是比較... 我們是過不了去的,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看一下 看一下 呃...過來這邊會是什麼 Dead End,這裡是沒有東西的,Dead End 呃... Page 42 Compare OK OK 過來會怎麼樣 看一下,011 好,好 即是0123456789那裡好像似乎是比較...有機會過得到的 上面那兩行英文字幕 無論大街世界我們都過不了的 這裡,阿彭說回 From bit at biggasaw.com Subject as key table Please find the randomly shuffle table of all single byte character on the left side Best regard 哈哈 The developer OK 哈哈哈哈 呃... 但是我們暫時來說呢 需要知道怎樣 穿過這裡先 呃...這裡過不過得到呢? 似乎是... 不行的 似乎是不行的 我們要... 想一下個辦法 呃... 這裡有什麼路啊? 沒有路走啊 按 creds mic to see Remember app is all about the seventh field 嗯... 這裡要怎麼破呢? 這裡有沒有地方讓我突破呢? 喔? 恩... 祈福還沒有樓漢的 恩... System Ram 恩...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還有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This all about the 7th beat Press it and hold the switch to hold 恩...ok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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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牆壁都很硬,究竟要怎樣過去呢? 呃,先,Press Hold X to Z 嗯...嗯...嗯... 即是這個表藍色的就告訴我,那些符號我都不可以走過去的 啊... 那個色的點到底是什麼?真是神奇 1,2,3,4,4格 1,1,0,1 1,0,1 1,1,0,1,1,0,1 哦,就是2,1,9那個 但怎麼很小 1,2,3,4 1,2,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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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咦,不對啊 那個藍色 那個紫色點是... 嗯... 嗯...嗯... 嗯...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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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想一下 的 Eventually 或者我們今集先來到這裡呢 暫時我要想一想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過這個地方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